本周重点提要 魁维三年重启国家祈祷早餐会 为执政长权者祷告 各家团契RPG复兴祷告连节 跨宗派合一同情 母亲节特辑 命令妈妈守护与陪伴 清洗下一个世代 扩张账目成为复兴的器皿 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 国度瞭望我是陈凯丽 2001年开始的国家祈祷早餐会 由跨宗派教会企业领袖 为国家元首来祷告 直到2020年国祷会筹备期间 因为对性别社会议题 有不同的意见 加上COVID-19疫情停办了三年 魁维三年 第二十届国家祈祷早餐会 5月12号重启 包括长老教会牧者 在内的跨宗派牧者 企业政界领袖 驻台使节四百多人 聚集台北喜来登大饭店 共同为总统及台湾 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祷告 求主保守你能 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敬畏的心 与上帝同行 上帝要赐福给您 使您环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灵魁之先生一样 上帝要借着圣灵 把智慧聪明 谋略能力 知识和对上帝的敬畏 赐给您 赞美之泉 天韵合唱团及男女高音 分别用动人心弦的诗歌 带领与会者敬拜赞美上帝 周迅政 吴英斌 潘流玉霞牧师 更用主导文带领祷告 更多敬畏上帝 总统蔡英文也回应 要以敬畏的心为台湾来打拼 我们对耶稣基督敬畏的心 是一样的 我也带着这个敬畏之心 来为国家做事 确保和平 会中华神代季中院长传讲华语的信息 身为戴德森宣教士第五代士孙 他不仅提醒顺服圣洁及奉献的重要 更尊荣彭蒙会老师为台湾宣教完全的奉献 彭蒙会 彭老师 他愿意把他的一生奉献给我们台湾人 我想那一个场景 是让我最感动最感动最感动的 我想因此也在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但愿这块土地 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土地 永光长老教会周兴隆牧师的台语信息 强调用信心起造盼望的台湾 我们站在台湾每一个人 都用心疼惜这个土地 必须保佑 会中也邀请不同专业领域基督徒代表 带领与会者为台湾的环境气候 产业经济 世代传承及和平共荣等五大面向祷告 其中瓜地马拉共和国 巴地亚大使也为台湾祝福祷告 我们求主能够赐下智慧 勇气 信心 跟蔡总统以及我们所有的执政团队同在 顾念台湾 以及在台湾这个岛上生活的2300万人 不断加给我们力量 赐我们智慧 不断在各种环境底下带我们前行 从2001年开始的国岛会 二十多年来扮演连结的桥梁 跨宗派教会跟企业政界领袖同行 为执政长全车祷告 祝福台湾走过台风 地震及疫情天灾人祸 相信国岛会的重启 用信望爱和平与赞美上帝的心 将一起展望未来 大桃园基督教联盟 邀请中华福音神学院代季宗院长 他以亚斯伯利大学神学院的校友身份 分享他对亚斯伯利大学校园 青年复兴的领受 在现场的众牧者 对于教会要赢回Z世代青年的信任 相当有感 大桃园基督教联盟 5月4号在桃园青浦航空城林良堂聚集 60多间教会牧者机构140多人参与 祷告呼求神的复兴领到桃园 而神代季宗院长也应邀分享 上帝在美国亚斯伯利校园的复兴 亚斯伯利的复兴呢 尤其是对所谓的Z世代 也就是2000年之后的这个时代 我们把它称为是Z generation Z世代 特别赢回了这个时代 赢得了这个时代 其实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他们不一定是失去了信仰 他们失去了信任 是我们做牧者的 能够真实的关心他们 赢得他们的信任 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让圣灵自己来做成他的功 使年轻人可以因着我们的榜样 因着我们真实的爱他们 而愿意维生神的活 这次淘积蒙聚集 不仅为国度 桃园市也为大园 青浦地区的属灵氛围祷告 除此之外 忠目者也更多为着 新几年轻世代来宣告 教会主要知道怎么样 来带领我们的 历时代的这样子一个年轻人 主要让我们进入 主要在你里面的一个心意 你的命定 主要认识你的真理 接受你的爱 我们在桃园 我们也兴起了很多的年轻人 每一天 每一天都为一个国家的复兴来祷告 我们也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眺望年轻人 主让我们寻求你的面 就是为了遇见你 祝我们知道当我们遇见你 全能神的时候 祝你的父亲就降临在这里 相信上帝在雅思伯黎大学的作为 也眺望陶基蒙众教会 更多可不祷告 并敬拜经历神的同在 让父亲临到桃园 以上是QooTV新闻中心 桃园采访报导 跨宗派旷幕区的客家团契 5月7号在台北领粮堂 第三次聚集 不但向弟兄姐妹 传递客家福音的负担 也在RPG复兴祷告小组当中 更多为客家族群归族来祷告 尤其是以客家母语诗歌创作 来得着年轻世代 让福音以接地气的方式 接触客家相亲 每隔三个月聚集的客家团契 5月7号有北台湾二十间教会 一百八十位牧者 一兄姐妹聚集 用诗歌敬拜 传福音见证 及信息分享 以及同行 盼望北中南教会 都能成立客家团契 兴旺福音 我们渴望看见到 是客家客家再客家 不只是在我们当中而已 是在全台湾的众教会 看重客家 合一合一再合一 是全台湾的众教会 在客家的议题上面 客家的宣教在上面 可以一起来合一 1978年在领头第一届的 全球客家福音大会 来自东南亚 北美的客家基督徒 六七百人齐聚一堂 就看到这个合一的种子 顺应台湾 RPG复兴祷告运动水流 不仅有颜客和牧者 组成RPG复兴祷告小组 台北领良堂客家团契 也有十多组 RPG复兴祷告小组 成为客家福音的祷告大军 两三个三四个 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更多的人了解到 教会或福音机构 还有个人 不同地区的那种需求 我相信客家团契的兴起 跟未来如果有更多的客家团契的突破 我相信也是我们整个RPG 过去这两三年来 整个RPG的这个连结起来 而且相信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 RPG复兴祷告 也成为传福音更进的利器 黄瑞华在家中排行第八 他信主后 陪伴四个姐姐跟一个哥哥 让他们家庭先后都信了主 更组成家庭RPG复兴祷告小组 彼此带导建造 能够把福音传出去 其实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 手足之间彼此的代求 还有甚至关心到我们的下一代 持续地去建造 教会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未来 那客家先透过客家诗歌 我们就用比较活泼的 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旋律 认同客家 然后被客家来兴起 以至于说他们可以来接棒 教会机构神学院 在客家团契合一连接 也要用创作客家诗歌等诸多方式 得着年轻时代 以上是客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 客家团契走到如今 RPG复兴祷告小组运动 带来很大的果效 节目中邀请客家福音协会顾问 于庆荣牧师来分享 客家RPG复兴祷告的见证 大概在两年半前 两年半前的11月开始 我们有一个圆汉课的祷告祭坛 那时候大概有一百多个牧者 圆汉课的牧者一起参与 有两天一夜的时间 在那一次里面 大家都觉得感受到神很大的动工 所以在那结束的时候 周神之牧师就说 我们既然圆汉课要一起同行 那我们就RPG吧 因为太方便了 那么方便 手机拿起来 我们就可以跟台湾的 北中南的牧者们 家人们 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 一起鼓励 一起连结 就觉得这太好了 像现在我们礼拜四晚上的 祷告会等于是一个扩道的 类似RPG的祷告会 就是我觉得RPG可以鼓励 先从小的RPG 真的可以训练门徒 因为很小 他们可以开口祷告 而且每一次像我们带着祷告 我们希望不是每一次都固定人祷告 我们是希望每一次不同的人带祷告 不同的人带 他甚至可能有一节经文的分享 一节经文的导读 所以我觉得RPG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人才的培育 门徒的培育 把灵命的塑造 整个元汉克 整个族群为了台湾的 整个复兴的往前走的推动的祷告 那我觉得有一个神在这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工作 就在这当中 就兴起了客家团契 去年既然神感动了周迅真牧师 我们客家不能够只有客家崇拜 他们自己客家 我们要全教会来态动客家 全教会要来关心客家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客家团契 这个当中的连结就靠什么连结 靠RPG连结 我们的合一要从RPG里面来合一 所以这个合一不是只是自己教会 可以跟地区的客家基督徒 甚至跟全台湾的基督徒 可以一个RPG的连结 包括我们这个RPG 我们跟美国 跟加拿大 跟中国大陆 跟香港 跟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我们都在RPG 所以这个RPG的果子 我们已经结出来的是 不只是在台湾 我们也跟各地的牧者在连结 这个连结 这个祷告 这个RPG的祷告 真的会带出 也要可以带出对族群 对城市的这个影响力 我觉得真的一定需要 一起RPG 温馨五月是许多教会 欢喜母亲节的日子 而母亲这个角色 正代表着无条件的付出 愿意为着孩子奉献生命的人 不过也有一群女性 除了爱自己的孩子 更献上自己 走进别人的人生 节目中就要带您来看 这群另类妈妈的故事 我们要镜头带您到原住民的部落 虽然在台湾少子化的问题严重 但是在深山部落 仍然是生养众多 不过在资讯落后的环境里 这些新手妈妈 要如何获得好的资源 也是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那我们一起来看 一群守护部落妈妈们的 守护天使的故事 在远民部落里 没有生育率低迷的问题 以新竹尖石香梅园部落为例 每一户几乎都是三胎以上 但都是以小妈妈居多 对于育儿的观念 育儿的方式似懂非懂 为了可以衔接部落孩子 将来在都市的生存之道 一群守门员妈妈的角色 因此诞生了 喇路的触觉球 好 拉一拉 好 不要吹 拉一拉 家里现有的 有这个 那气球平常他们都喜欢玩 那面粉我会跟家长讲说 就是说可以过期的面粉 不要丢掉 可以拿来用 然后这时候的年龄的小孩 他们喜欢有声音 你看 刚开始我第一个很惊讶 是他我一翻绘本的时候 他说他的眼睛是 绘本子东西怎么会跳出来 我每一次这个家庭 我会一直都会带绘本 因为他们家就是没有故事书 就是没有这个资源 也不知道说用故事书 可以陪伴小孩 帮助小孩成长 长期在教会还有机构担任 部落育儿指导的邱义贤 会一一记录不同家庭的需要 所到之处会自带音箱 还有手工制作的道具 为妈妈们来量身打造 最佳的育儿方针 你看有的孩子会拒绝 因为他不常被刺激到 我自己的小孩 就会让他们先玩过一次 我才能够说 体会到孩子玩的过程 会遇到什么问题 付上全力的陪伴 让部落妈妈们 有各样疑难杂症的时候 也开始习惯选择不放弃 而是找易贤来协助 你都很会说话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那我下次帮你看看说 还有没有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做 那个叫什么 这个语言的发展 对 语言发展 部落的父母有没有准备好 给孩子足够的能力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也是需要被告诉说 可能有新的方法可以使用了 因为他们不会有太多时间 去接受新的资讯 你看我没有跟他讲好 你看 他留着我的恩典卡 就是他 对 那当时有对你有什么 有触动到吗 有 因为当时刚开始我换工作 我跟他先聊完 陪完孩子 接着会有一段精心时刻 是和部落妈妈们相处的时光 成为妈妈们心灵减压的出口 其实我也要照顾到 这个家长的好不好 我们看的会是两个层面的人 就是妇女可以说 她都把孩子带大 但是她可能心里有一些东西 需要被 被 被理解 所以育儿指导员进场 有一部分是 去理解照顾者心理的压力 是会常常在心中落导 然后跟上帝说 再给我一个力量 包括今天的就完成 我今年的目标是医生作者 对 我必须要把自己做好 然后孩子才看得清楚 然后也知道说上帝的形象 就是我有一个小孩 他住在这边 他爸爸妈妈离婚 然后又再婚 然后他就写了一张卡片 我当场就掉眼泪 然后他还说这要送给我 他说 我很久没有看到妈妈 可是老师我看到你 就像我妈妈一样 哎呀 我就掉了两滴 有两滴 不要太多 两滴 虽埋在部落成为部落妈妈们的守护者 也为部落的孩子 预铺了一条康庄大道 创造新的可能 接下来带您看到 家福经济会当中 最资深的寄养家庭 马安琪 马安娜 他们是一对姐妹 将近40年来 一共寄养了80几个孩子 不论是遇到天使宝宝 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们都坚持不退养 反而是用更多的同理心来理解 会抗拒自己的原因 那虽然两个位姐妹 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但是借着寄养妈妈这个角色 这么多年来的为母心肠 不断地在滋养 那个孩子十几天 我从喂奶包尿布 这样子来带她 教她压压学语 那她生病了 我就彻夜未睡 发烧 我就是三天 三天没有睡觉 五天 五天不睡觉 没有办法睡觉 有一天 她在我的膝盖这里 我给她穿衣服 我换衣服 她就穿着我 对我叫 妈 妈 妈妈 她叫 我抱着她 我说 宝贝 我说你说什么 你叫我什么 妈 妈 她叫妈妈的时候 我抱着她 我哭了 我眼泪一直这样掉下来 一直掉 一直掉 我说 这句妈妈 是她对我有多少的爱 有多少的信任 有多少的这样子的 她把它全部交托 给我的那种的感觉 这个小生命 她是真的生 就是我的 就是她的妈妈 我没有听到 这么可爱 那么亲切 那么宝贵的一生妈妈 马家姐妹 一个理性 一个感性 那这样互补的性格 让她们在 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可以明确地分工 她们自己笑车 马安琪在家中 扮演的是 训导主任的角色 山前顾后 马安娜 则是扮演康乐鼓掌 常常会开着大车 带孩子们到处 游山玩水 她们用心地陪伴 让孩子们即便 回到了原本的家庭 长大后 仍然不忘 她们的培养 她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读到高中毕业 都没有离开我家 一直从那个时候 到现在 她已经三十几岁了 每一年的过年 一定是到我家 来跟我吃年夜饭 每一年 她以前小时候 是我们给她红包 现在赚钱了 妈咪我有钱了 来 妹妹弟弟来 来 我们就叫姐姐 姐姐给你们红包 好 她自己做 你看真是 我想不到一个中途智障孩子 能够表达出来 她这里面最告诉我的 她说我是某某人 感谢你这段日子的帮助 我一直想说又不敢说 所以我就用话 孩子们所感受到的爱 从每年母亲节的卡片文字中 流露出来 这份爱的源头是从神而来 也潜移默化地把马家姐妹的 信仰价值传递给孩子们 耶稣爱我 我也爱你 就是这个人生日 我能够带领这些孩子 他们跟着我们到教会 多多少少受一些训讨 能够有一天 她如果能够进入基督徒 当个基督徒 那是很好 若是不行也没有关系 知道她 至少她知道是真善美 好像 我觉得 没有她自己现在成长以后 能够讲出来 写出来的那些文词并茂 我们不知道 那么有孝心 那么有爱心 就长大了 我看到这些孩子长大了 他们到我们家里来看我 叫我一声干妈 叫我一声妈妈 我觉得说 我有这么多的孩子 我好幸福 真的 我常常讲 别人只有几位孩子 我有这么多孩子 叫妈妈的 我人生 对做母亲 这个原来是我 一直觉得我很遗憾 我现在没有遗憾了 我们要向这些 在台湾各个角落 默默无闻 无辞奉献的 另类母亲致敬 您听过纽约布鲁克林 日落公园的人行道主日学吗 世界最大的儿童主日学 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的 创办人比尔牧师 今年来到台湾 分享他对于儿童事工的意象 即便已是白发古稀之年的他 仍然持续秉持着 有需要就是呼召 他带着从各地教会来的资源 在第一线服侍最小的弟兄 今年也在圣灵的感动下 传承接棒 2023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 全球巡回 创办人比尔牧师一生的军装 在台上讲道 是因为和美军达成共识 只要一接到电话 就会48小时内赶赴乌克兰 进行人道救援 这样的热血是因为贯彻 需要就是呼召的理念 如今团队已经牧养全世界 31万7千名孩子 今年也不例外地来台分享 比尔牧师前往最险恶地区 向孩子们传福音的负担 在这最后一场努力的努力 他认为他会做什么? 而传承说 我不能输 这是一个理念 但我不能输 虽然我知道这是负责 那時候我非常感動 就跟著一群人 就是一起被呼召的人 我們就一起下鄉 這樣子開著車 然後到鄉下開始 做一些兒童事工 就是在街頭的步道 看到這些孩子們的 就是很開心 然後他們很容易接受福音 覺得說原來兒童事工 是這麼的有價值 到後來我要念神學院 甚至出來的時候 我就是以兒童事工為主 教會跟事工當中 你有什麼要立刻 可以去運用的 今年除了巡迴意向分享 也首度展開全天的 前線領導力更新營 實際分享台灣教會 可以如何接觸到孩子 強調兒童主日學 不是托兒服務 而是可以成為無強的教會 接觸這些孩子的時候 可以透過他們 接觸他們的父母 許多教會 不管是在全世界各地 在菲律賓也好 或者是在尼泊爾 在世界各地 我們都有很多 跟我們一起配合的教會 跟我們學習的教會 他們因此增長 甚至直逃 個人 團隊 還有怎麼樣去影響政府 影響世界的這樣的領導力 我覺得這是我們教會 非常需要能夠來學習的功課 去年大都會也陸續 受到非洲四個國家的政府邀請 今年已經準備好到當地 建立兒童主日學 而已經借鄰七十四歲的比爾牧師 能夠繼續在前線奔跑 也是因為有傳承 接放者為後盾 他也不知道我今晚要講什麼道的 他也不知道我今晚會說什麼 但我現在知道 我要把這根帳 交給戴司牧師 只要一個孩子還沒有聽到福音的盼望 大都會國際兒童事工就不會停歇 繼續觀照世界每個角落的孩子 以上是QooTV新聞中心台北新北采訪報導 不僅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印度皇家兒童事工創辦人 柯安通牧師更提醒 要為國禱告 不能失去年輕人和孩童的聲音 Apostle 29使徒行動更領受了這個呼召 2023年為列國禱告會 不僅邀請各城市青年牧者參與 桃園平鎮進行會更有孩童 組成大使命天團來帶領敬拜和禱告 興起兒童事代禱告大軍 已經在Apostle 29使徒禱告運動實踐 60天為列國獻上禱告 平鎮進行會大使命天團 從選歌到禱告的方向 都有孩子來預備 牧師從旁協助 追溯組成的經過 陳嘉華牧師說 起源於印度科安通牧師的提醒 要興起孩童的禱告聲音 我們也把這樣子 我們就是如此帶他們一起前進 你們的兒子女兒們 他們要開始成為為父為母的了 是你們自己的兒子女兒 他們要成為為父為母的 所以今日 我看見這些孩子要發生一些事了 很快 這些孩子 會把火帶進你們家庭裡 你們家人就要得救 就因為這群孩子 你們的國家會被改變 高雄會被改變 就是因為這群孩子 將有些事要發生了 我看見大能 奉主耶穌的名 我要釋放這群孩子 是為了台灣 會高雄的 現在我要禱告 這群孩子 回去到不同城市 要釋放出恩高 這群孩子 要領受意向 要領受意夢 我看見神的同在了 我看見聖年大能 奉主耶穌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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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盼望父母 都能新起孩童 建立禱告祭壇 在震動時刻中 預備自己走進上帝的心裡 也期盼台灣的教會 世代同行 成就上帝的國度 節目最後 為您推薦GTV好音樂 由陳宇涵 所作詞作曲的 Abu elitahui 送給堅守在崗位上 辛勞的母親 除了鎖定GooTV頻道之外 也歡迎您在網路上 關注Facebook GooTV App Instagram 以及訂閱GooTV News YouTube頻道 谢谢您的收看 祝福每一位母親 母親節快樂 上帝私服您 和您的家人 我們下週見 行方海交流水 有病安在我身邊 阿虎會疼心 手在祝福的倫敦 我會看他 會唱 行到天 生意樂圍 言論的 腳掌 到地 買去 到 回嘴 我會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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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